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為了3.0 給您全方位的好天氣 各位朋友大家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天氣小叮鈴 低點就是風面要逐漸的遠離 所以說我們全台灣的降雨的話 就要逐漸的趨懷下來 禮拜三要留意的是山區部分 會有午後的雷震雨 週六之後風面會逐漸的靠近 到時候的話我們台灣的天氣 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轉變 我們來看一下衛星雲圖上面的說明 從圖上可以看到這個風面很快的就壓過了台灣 那麼風面在通過的時候 在禮拜二的時候全台灣各地都下一點雨 但是很快的在禮拜二的晚上 這個雨就會逐漸的緩和下來 那到禮拜三的時候會變成是比較偏南風上來 到時候的話就是午後會有陣雨 看一下未來的預測圖 從預測圖上可以看到風面很快的通過之後 台灣附近其實這個風場都沒有很強 不是說很強的這個偏南風、西南風也沒有 就是一個弱弱的這個偏東風到偏南風 所以說整體來講的話 比較容易下雨的地方還是在山區的午後 受到熱力的作用才會容易下雨 那麼下一波的封面 可能在這個禮拜六到禮拜天的時候 會逐漸的南壓到我們台灣的北部海邊這邊 到時候的話這個午後的正雨情形會更加明顯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未來的這個流線圖 也可以看到台灣在禮拜三的時候 整體來講的話這個風向跟風速上面都不是很強 所以說主要的降雨還是落在就是山區的午後 受到一些熱力的激發還有一些動力的作用 才會有一些降雨的狀況 那麼在其他地區來講的話 上半天大概都是一個多雲到多雲實情的天氣 下半天的時候呢 雲量會比較多一點也會比較陰霾一點 那麼在這個北部的平地這邊 也會偶爾會飄點雨是有點機會的 好那麼來看一下這個未來幾天的這個降雨模擬圖 可以看到 禮拜三的時候山區短暫午後的雷震雨禮拜四也是差不多 禮拜五也是一樣 那麼禮拜六呢也都差不多 到時候呢這個禮拜六來講的話 可能到時候可能就要看說封面呢會不會明顯的壓下來 如果說有的話這個 我們的這個北部的沿海地方來講的話 雨的部分就會比較多一點 就不是在午後了喔 不過至少呢在這個三四五啦 主要來講都是在午後的這個山區的雷震雨是比較明顯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晚上的天氣預報 今天晚上的話呢大概整個西半部來說 大概都是一個多雲到多雲濕晴 比較穩定的天氣 在空氣品質方面都是比較良好的 那麼在氣溫方面來講 北部低溫23度 高溫大概26度 乾脆起來是比較舒適的 中部以南的低溫也是大概是23、27度 高溫的29到30度 會稍微的悶熱一點 那麼在東半部來說的話呢 大概還會有點下雨的機會 東半部來說的話 短暫的陣雨還是會有的 低溫來說大概是在23度到24度之間 高溫也是在27到28度 跟著起來是比較舒適的 那麼在明天的降雨的狀況 明天的天氣狀況可以看到 大概在西半部來講 大概是多雲到多雲濕晴的天氣為主 那麼在空氣品質部分來說的話 在中部以南呢 對面的族群就開始慢慢的會不健康了 北部來講 低溫23度高溫32度 早晚稍微涼一點點 中午有點悶熱的 中部以南就不用講了 大概都是一個比較偏向於悶熱的狀況 所以大家外出出門的話 衣服的話可能還要穿比較清爽透氣一點的 在東半部來講的話 還是有點降雨的機會 低溫23度 高溫大概30度左右 早晚稍微涼一點點 中午來說也是會比較悶熱的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氣預報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